43 28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 一眼看着感觉就非常好 通过朋友了解了 他是一个李毅的 往所有才追求他 后来我追求他 他也答应了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想跟我分手 他比我小 15岁 我在意别人的看法 但是他一直都追求我 一开始我认为 只能我照顾他 可是相反的 他就像一个大哥哥 是那样对我 就是这个小老弟 怎么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对 记得有一次 我们出去的时候 那天我很冷 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了 其实那时候穿的半袖 穿个外衣 他脱了也会很冷的 他就脱了 那时候我感觉特温暖 好久都没有体会到 这种温暖的 所以说他说追求我 跟我好的时候 我就答应了 但是后来我却发现 他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他都给您一些 什么样的压力呢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们逛街的时候 我给他挑了一套西装 让他试 他试上之后 确实很漂亮 很帅 当时那个老板娘说 哎呀 这个帅哥 穿得太漂亮了 他说你儿子结婚 应该挑一套好的 当时我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跟你说我废的要气炸了 我当时有个地方 我都想钻进去 这没有绝大事 你说这种 你为什么总在乎 别人的感受呢 人家误会我们是母子 这就我已经够难受 够难看的了 可是他呢 他却跟人家吵起来 理论起来 我拽他走才不走 长得骂山场都是人 你跟别人吵什么呀 根本就是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你们非常看着 是母子关系啊 你有没有考虑 我自己的感受呢 我做的每一件事不都是 对了你考虑 这一次一次的 这一次两次 我也能受得了 现在吃个饭 你就也不消停 有一次我们去吃饭 当一点餐的时候 完了我就发现 那个服务商在看着我 我说你看着我干嘛 本来我就反过别人看我的眼光 我说完之后 他说大姐不好意思 然后他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 我看见他跟别人说 我说这饭我没法跟你吃了 吃个饭都得让人说三道四的 直直颠尖 你为什么总在乎别人的眼光啊 别人跟你过日子 还是我跟你过日子 你不是跟我在一起 别人有那么重要吗 我就是不在意这点行 那中间你在意你的父母吗 那次说好了 咱们俩一起回家的 可是你的父母呢 一个电话来了 你去告诉我 你不回去了 你和我也不回去了 我母亲来电话 告诉她病了吗 什么病了 我看就是不想见我 好好好 你先平静一下 这个世俗的压力倒没什么 其实就我很客观地看 她属于长得着急的 您刚才那么动情 我倒觉得像一个 挺像一个小女生的 她倒有那个大哥的 那个沉稳 父母那边是很反对 是吧 也确实是 她的父母本身 她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跟她的朋友去吃饭去 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我无意间听说她们 她们在背后就意论我们两个真实 我就听她们说 你看看小军 她能娶那个女人吗 她大那么多 那个女人也是真傻 她怎么就不知道呢 她跟我情婚都是为了吃她前任女婉 我没搞清楚怎么 她问你 不是 她那个前任女婉 我也是从那次开始听到的 她俩以前相处四年多 女婆的父母可能是因为她家条件不好 完了就不让她跟她来往 就被迫 分开了 分开一个月之后 她就嫁给了一个老头 她就是为了帮我她一人 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的 我怎么相信你呀 她频频地在网上 在微信上给朋友 罚那些我们的甜蜜的照片 你什么意思 你要我来刺激她 我为什么要刺激她 我就觉得咱俩要结婚 问人生是我的朋友怎么啦 两位如果 我很正常吗 如果你们争执完了 我想问几个问题 你们能先平静一下吗 可以吗 还有很多事呢 她口吼声中就说跟她缝手了 但是有一次她出差的时候 我去她家给她收拾屋子 就是为了她回来的时候 我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她呢 我进入她的房间 我一看马屋 都是她前任女友的照片 就连电脑桌面上都是 你说你呀 我怎么想 那不是我妈 你这是心里有我妈 那不是我妈 知道你要去才放我 你能不能别后能问 你妈她会捅电脑 你妈她多大岁数了 你电脑屏幕的照片 不是我姐放的吗 你刚刚说你妈 你又说你姐 能不能说我撒我撒得云末一点啊 大姐说完了吗 您说对不起 我终于可以问了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告诉她 我要跟她分手 不能跟她在一起了 第一 她根本就没忘了她的前女友 第二 我再会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 你心里还有你的前女友吗 没有 那她刚才说的房间里面的照片 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前女友出了四年 这个确实是我爸 还有我家人的一个比较心仪的一个女孩 家里总是觉得她还能反过身边 那天我出差 要回来 她去我手房间就看见了 其实那是我妈和姐去摆的 我也不知道 你父母现在认同了你们这段情感关系了吗 现在还没有 如果她同意的话 你打算怎么面对父母 我一定会让我父母同意 莉兰女士我特别想问一下 发自本心的 你愿意跟这些小伙子在一起吗 咱把那些世俗的东西先抛掉 我其实还是逃不掉 别人看我们的眼光 不是 你就告诉我 你发自本心的想跟她在一起吗 我不愿意 我还是要考虑 因为她心里 她根本装着她的前女友 你就认定了她装着她的前女友是吧 那她有三任女朋友 为什么别人的照片你没留 东西你没留 偏偏留这个前女友的照片 你问这个问题 说明你心里还挺在乎的 要不然你不会粗衣那么大 我倒觉得还挺合适 我所谓说的合适 就你看她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小女生的反应 这个倒是老成的很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相信观察员们 导师 可能都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来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历兰大街真的是展现出了 少女般的矫情 挺好 我觉得其实我没矫情 我没矫情 撒娇 其实我觉得 你所说的所有她的缺点 都向大家展示着她的优点 她把你的照片 分享给所有的朋友 去展示自己的 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什么 关键是你不知道她怎么说的 她们背后说我都听见了怎么议论的 说你看她那个前女友 说跟她分手之后 嫁给一个条件非常好的老头 她能嫁给一个老头 我就能找一个老太太 你说她是问我能为什么 你还信这种话 我觉得挺神奇的 说到43岁了 我怎么不信的 你根本就会站在我的角度 其实你应该觉得幸福 我不希望这样 她要爱我 她要在乎我 她应该在乎我的感受 不应该这样 她是要在乎你的感受 如果服务员跟你说 你的儿子还很帅 她当时就扭声就走了 或者是根本没做任何反应 她承认别人 对你的世俗的看法 那她就不会去跟人争执 正因为她 顾及到你的感受之后 她才去跟别人争执的 但是我不希望每次她都这样 那样多难为情 多难看到 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 你是想逃离这种世俗的观念 还是其实从你内心当中 是想让她去改变世俗的观念 确实有的 我就想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 我希望很多人祝福我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没有 我看到他只是世俗的夜空 你今天快一点 我们大家都祝福你 其实我是祝福你 所以说我现在 我都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 我也是要告诉你 好 来 你们觉得 我们要祝福他们的 请用你们的掌声表达一下 你看啊 这不也代表知足的力量 你想多了 我想问一下丽兰 如果服务员说 你儿子怎样怎样的时候 你的男朋友这个时候 把你搂在自己的怀里说 这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很爱她 你的感觉会不会好一点 我的感觉是好 心里好 但是我还是估计外人 在给我的看法 可是别人看到的 只是他们的过往生活经验而已 我经常会被人家问到 你有几个孩子了 你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我会告诉他 我单身 这是我的选择 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眼光 当我回答我单身的时候 我相信我面对的那个表情 应该是和你先生说 这是我女朋友 这是我未婚妻 那个表情一样的丰富多彩 她的表情代表了她的生活 和她的经验 以及她对感情了解和认识 那不代表就是你的选择啊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生活 选择你自己的爱情 做自己的主人 在感情里面 吃醋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 对 这整个场子弥漫着浓浓的醋意 还是老陈醋更酸 就连你也这样说 我说老陈醋的三个字 出到你内心的痛处了是吗 你好讨厌哦 你教人家干什么呢 要不然你去服 我觉得其实年龄啊 什么跨越这些都不成问题 但如果内心对自己的爱情 没有自信的话 别人最简单的一个无意的目光 你都觉得你是在遭受嘲笑 别人一个可能善意的玩笑 你都觉得是对自己的侮辱 你对自己的爱情没有信心的话 你有什么资格让别人 对你没有信心 我是觉得丽兰对老这个字 有点太过于敏感了 可是我们很难在一时半会儿 让他去改变这个状态 要改变的是你 我会对你比较有信心 我觉得你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他有情绪的反应 你就走到他身边 把他抱在怀里 陪伴 不要试图去改变他 也不要试图说服他 只是陪伴 这个陪伴是最温暖 也是最有力量的 其实丽兰大姐 您希望改变全世界 对你的看法 这个很难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简单 就是您改变 您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就好了 既然你选择了这样的感情 如果你想要幸福 对不起你勇敢一点 只有你勇敢了 我才会尊重你的祝福你 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 其实我们都在 跟丽兰大姐在聊 我们其实更应该问问 我们这位男士 你真的做好了 跟丽兰大姐在一起的准备吗 做好了 我指的这个准备不是冲动 也不是说你说 我一定能让我父母去同意 你确定你能够 把这件事情搞得圆满吗 我一定会处理好 你确定你十年以后 当丽兰大姐比你长15岁 但你十年之后 你还会像现在那样的爱她吗 会 你要遵守你的承诺 我会 永远都会 我同意马老师说的这个勇敢 其实真的你们两个人觉得合适了 你们就勇敢地在一起 我相信我们可以宽容 各种各样的这种爱情 它又不是什么不伦之恋 所以你想多了 好好珍惜 咱不一定要有结果 但是要珍惜 别那么闹 一桌人吃饭 同学聚会 有些人混得好 有些人混得差 混得好的那个人举起背说 大家伙以后有什么事 包在我身上 大家伙由衷地赞他 说 你还没忘了老哥吗 话音刚落 一个混得很差的一个同学 也站起来说 大家以后要是有什么忙 我也可以帮 但是却引来了低声的耻笑 有人告诉我 当你强的时候 你去帮别人 那叫帮 当你弱的时候 去帮别人 那叫巴结 这是世人的眼光 一个人帮与不帮 和自己的强弱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有一颗想帮别人的心 那就是温暖 世人的眼光有的时候像把刀 但是只要你不愿意 它是伤不到你的 男生口口声声说 女方怎么那么在意世人的眼光 其实你也在意 不过是你们俩在意的方式不同 一个在意的方式是退去 一个在意的方式是要抗争 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在意 背后所表露出来的 都是自卑和懦弱 女方的自卑和懦弱 来源于一顿 失败的婚姻和即将老去的年华 男方自卑的原因是 曾经有三任女友 都因为自己的财务问题 而离开了自己 践踏了自己的自尊 如果说两个懦弱和自卑的人走在一起 志同道合互相取暖 是可以的 如果这一切都终止在你们相恋之初 你在安慰他脸上的忧伤的时候 也许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但真正发生到爱情的时候 就不是你安慰他了 反过来他要来安慰你 我相信男生对于自己的前一任女友 是有在乎的 但这种在乎 和他在乎周围的观众的在乎 是一样的自在乎 因为他的前女友 也是所有世俗眼光当中的一员 第一任和第二任女友谈了 没多长时间就分了 所以他可能不更多的在乎 第三任谈了四年 曾经跟他一同站在一条战线上抗争过 但最终依然选择了财富 所以他会有些许的留恋 但是我认为他是把他的第三任女友 也归为了世俗的眼光而已 所以其实真正在你们两世界当中 是由你们自己 其实强者是无需证明的 没有必要去酷语说 我们俩是情侣关系 也没必要去退去 灰溜溜的就走了 不需要证明 我就是我 我只在意我在乎 同样的问题在我身上也非常的明显 我想看微博的评论 我又害怕 我以前不太玩微信 后来我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文章之后 我发现我的那些朋友 我的那些家人 甚至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时候 给我发来所有的评论都是温暖的 而不像微博上是各种评论都有 有些人说话过脑子 有些人说话不过脑子 但是我太在意我就错了 我只在意我在意 那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和我的爱 谢谢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祝福 因为我听到了几件事情 让我特别想祝福他们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男孩子能够很勇敢地 去面对别人对他讥讽的时候 他能出头 这个需要很大的一种力量 第二个是说 他用所有的方式 在跟全世界宣布 我是爱这个女人的 至少在这个层面上 看到的是那种真心 第三个 他说我要面对我的父母 所以我觉得挺美的 干嘛要折磨自己啊 有一个大心脏就好了 你想其实好有魅力 不是所有四十三四岁的女人 都会有二十八岁的小伙子 那么去爱她的 挺好的 我倒觉得你应该珍惜 就提醒你一点 就是你刚才那哭法 那种撕心裂肺的 撕心裂肺说的是好听的 我还可以换其他一个词 邪斯底里都是好听的 我基本形容那个叫鬼哭狼嚎 就如果是那样的话 迟早有一天她会被你好跑 所以要珍惜 干嘛那么在乎 她朋友那些说法 你就不想 也许是这种忌妒呢 你要这么一想 可能世界也在改变 挣起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哦 每人三十秒的时间 珍惜这三十秒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还记得 了解 黄金六十秒 和赛 我实现 我告诉你 你看 有这然后 好 这 这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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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请开门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怎么哭成这样啊 这装着什么呀 说看看 男方把箱子拿走了 我就说女方那个秘密 她选择不帮女方公开哦 男嘉宾 你箱子里放的是什么 婚纱啊 决定嫁了 你为什么把她那箱子给弄走了 因为那个里面秘密很大 关于谁的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该再告诉你们 你要愿意 你就陪她去把这个换上再来行吗 我们可以等你们 好吗 行吗 今天她们将从特别的通道出来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来 谢谢你们啊 请回 来 来 来 好漂亮 包括你很漂亮 欢迎 驾哥 来 请亮灯 祝福他们啊 感谢杰莉娅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 我送她这个礼物的时候 记住哦 要对她说爱要有你才完美 订婚成功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聚焦摄影提供的一份价值 万元的婚纱摄影套餐 开心吗 开心 我就是你讨厌 我就想问这问题 我就问了啊 下次夫妻俩逛街的时候 阿姨 你儿子这欣服挺帅的 你会 好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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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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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幸福啊 祝幸福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同样是一口箱子 因为有爱 里面的秘密是婚纱 同样是一口箱子 藏着一个秘密 那个秘密是一份坦诚 但是却换来的是伤心 并不是秘密告诉对方错了 而是本身就没有爱 如何学习经营这些爱呢 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有了这个节目 所以才有了我们在一起思考 接下来是我们分享 三位情感观察员 一位爱情导师的智慧时间了 一起进入节里 爱情导师 其实很感慨地看了好多这个 好吧 总结一句话吧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没有这个附加值的爱情 你就去珍惜它吧 因为它太难得了 如果你想要一段温暖幸福的爱情 那就从爱自己开始 尊重自己 你才会尊重你的爱情 大部分人都希望通过爱情 找到一种神秘的力量 是自己强大起来 但实情是 如果你自己不够勇敢 任何人 都不无法帮助你坚强 谢谢